所以一个人有坏习惯,他吃饭的时候总爱喝喝酒 喝喝酒在这个世间法日常生活,好像就是无可厚非,没有什么大不了 看起来是这样,但是以佛法来看,可惜 喝酒开胃也好,住心也好,放松也好,都好 喝酒能以吞咽祭祀,你吞下去一次就算一次 就是喝酒的人将来会多饮酒地狱 喝酒,酒醉昏迷,有酒后三十六种过失 所以眼前看到一点红酒,葡萄酒,有的人还说对心脏血管保养挺好的 佛教不要这么严,是啊,佛教最不喜欢出人家的眉头,扫人家的性 这是要跟你讲,你一天两天养成这个习惯 心血管说有疏通没疏通,不晓得 我是听说喝酒习惯的人,酒了心血管会有疾病的比较多 喝酒习惯的每天就是睡前一杯葡萄酒,红酒 那我们在办社团活动的时候,以前的社长他自己把医学简报给我看 这是一位每天喝一小杯,就差不多一个小拇指这么高的红酒 作为睡前酒,他睡前喝一小杯,然后让自己好睡 然后他脂肪肝严重的情形,这个肝肝都白色的 看起来好像我喝个小酒去睡觉人畜无害,对不对 你自己身体先伤了 再来你一喝酒精神患散 酒啊,他会助长成形和淫欲心 你这样就不会正念向道 所以你的饮食也好,生活习惯方式也好 接触的人,工作的环境 如果会影响你生起正吃正念学佛修行 那就是你要改的地方 。